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在初期的教会呢 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习惯 那就是在复活节的时候 大家即使见面的时候 都会跟对方讲 基督复活了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好不好 你跟你择臂的邻居 跟他讲说 基督复活了 很好哈 谢谢大家 所以今天是复活节 今天是我们基督教 庆祝主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的日子 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呢 可以说是基督教 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和教义 但是对许多现代的人来说呢 死人复活 并不是一件容易令人接受的事情 因为毕竟死人复活 不是我们平常 所看到的事情 我做一个很简单的调查 请问我们当中 有没有人从死里复活的 那请问我们当中 有没有人认识 有人从死里复活的 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 我们都没有这种经验 而且我们大部分的人 也都没有听过 有人有这样子的经验 所以要相信死人复活 对很多的现代人来讲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么甚至于对基督徒来说呢 我们有很多基督徒 我们觉得死人复活 这个好像是一个 跟我们日常生活 扯不上边的一个观念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信不信死人复活 跟我们实际的生活 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会看到 有许多的非基督徒 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他们会抱着一个怀疑的心态 甚至于有很多的基督徒 我们也对基督的复活 抱有一种可有可无的心态 刚才金子士带领我们 读了哥林多前书 第十五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 哥林多前书是使徒保罗 写给在哥林多这个城市的 教会的一封信 那哥林多这个城市呢 它是位于今天的希腊 保罗因为宣教的缘故 他曾经在这个城市那边 待了一年半的时间 创立了哥林多的教会 那么在保罗离开了哥林多之后呢 保罗听到了有许多 有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于是保罗就写了这封信 来回答他们的这些问题 那么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之一 就是有关死人复活的事情 因为对当时的哥林多人来讲 死人复活也是一件令他们难以接受的观念 请让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 第十五章第十二节 让我们再一起读一次好吗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二节 让我们一起读 来请 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 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 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原来在哥林多的教会 有基督徒否认 有死人复活的这件事情 虽然他们说他们已经相信了耶稣 但是他们却不相信 死人可以复活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也会看到有很多 类似这样子的基督徒 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了 但是我们却对于圣经里面 有很多的教导 我们说我们不能够接受 特别是那些不合我们心意的 不合我们思想的 我们不喜欢的 我们就说我信耶稣 可是我不能够接受这些 其他的教导 那么为了要帮助 这些人信仰上的问题 为了要纠正他们信仰上面的错误 保罗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里面 他就指出这种信仰 他很不合逻辑的地方 若有人说他信耶稣 但是他说他不能够接受死人复活 那么他就必须面对 以下有几个不可避免的后果 首先呢 我们看到保罗在这边指出 第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 假如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 那么主耶稣基督 他就没有复活 让我们再来看第十三节和第十六节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第十三节和第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请 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第十六节 因为死人若不复活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在这边呢 保罗他两次指出 若我们否定死人复活的这件事情的话 那么第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 就是我们也必须要否定 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假如没有死人复活的这件事情 那就也没有 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 假如死人不能够复活 那么在十字架上死的耶稣 他也就不可能复活 逻辑告诉我们 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结论 那我们要问 那可不可以只信耶稣 可是不信他从死里复活呢 今天有很多人抱着这样的心态 不管怎么样 我们觉得耶稣的教导还是很好 我们就信他的教导 但是我们不信他从死里复活 这样子可不可以 假如耶稣没有复活的话 这个对基督教的信仰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接下来保罗他就指出 假如基督没有复活 那么基督教的信仰 基督教所传讲的 根本就是毫无根据 让我们一起来看 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 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 让我们再一起来读 请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忘作见证的 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 若死人真不复活 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 所以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 假如我们否认死人复活 第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 就是我们也必须要否认 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那么假如主耶稣基督 没有复活的话 那基督教所传的就是枉然 也就是说是毫无根据的事情 假如没有死人的复活 那么神就没有让耶稣基督 从死里面复活 但是我们知道 使徒们却一直传讲 一直为神做见证 说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明明神没有做的事情 他们偏偏说神有做 假如没有死人的复活的话 那么神就没有使耶稣 从死里复活 那使徒们就望为神做见证了 弟兄姐妹 假如没有死人复活 第二个不可避免的后果 就是使徒们所传讲 全部都是骗人的 假如没有死人复活的话 明明没有的事情 他们却做假见证 说谎话 硬说他们看见了复活的耶稣 所以弟兄姐妹 假如基督教所传的是假的 假如基督教所传的 根本就没有根据 那么请问信 这个样子的一个宗教 有什么用 这个正是保罗所指出的 第三个不可避免的后果 假如耶稣他没有复活 那么基督徒所信的 根本就是毫无用处 让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和第十八节 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第十七节和第十八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 请 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便是突然 你们仍在罪里 就是基督里睡了的人 也灭亡了 所以假如我们否定此人复活 我们不但必须要否定 耶稣的复活 我们也得要否定 基督教所传的是真的 假如是这样子的话 那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 那基督徒所信的 就是突然 也就是根本就没有用的意思 假如没有死人的复活 那么基督徒所信的 就是骗人的谎言 是没有的事实 不但如此 基督教所应许的一切 包括罪的赦免 还有复活的盼望 这些都不过是一些 虚空的口号 是一些空头的支票 假如没有死人的复活 那么基督他就没有复活 假如基督没有复活 那么信了基督之后 死掉的这些人 他们就得不到永生 他们就仍旧在他们的罪里面 他们就还是灭亡了 假如没有死人复活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 假如基督没有复活 那么信了耶稣之后死掉的人 他们根本就没有盼望 他们的死掉就等于是 他们是灭亡了 那么最后保罗他指出 假如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 那么信耶稣的人 就比其他的人都还要可怜 那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 第十五章第十九节 让我们再一起读好吗 请 我们若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假如人死了之后就一了百了 假如人死了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么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 那么我们信耶稣的人 我们就比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 都还要再可怜 因为假如死人不会复活 假如将来没有审判 那么一个信了耶稣的人 他为了他的信仰受到迫害 一个信了耶稣的人 他努力地想要过一个圣洁 讨神喜悦的生活 圣经跟我们讲 那么他所忍受的这一切 他努力所去做的这一切 根本就是毫无价值 毫无意义的 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 保罗他指出 基督徒若是不信死人复活的后果 假如没有死人复活的话 那么基督教的信仰就完全站立不住 因为若是没有死人复活 基督他就没有复活 若是没有死人复活 基督教的信仰就根本没有根据 若是没有死人的复活 基督教的真理就全部都是谎言 若是没有死人的复活 基督教的信仰就毫无价值 若是没有死人的复活 基督徒就毫无盼望 若是没有死人的复活 那么信耶稣做基督徒 就实在是最愚蠢的事情 弟兄姐妹 这个是否定死人复活 所不可避免的结论 所以保罗他在这边指出 若是有人说他信了耶稣 可是他却不接受死人复活的真理 那么他所谓的这个信仰 就实在是一个自我矛盾 不合逻辑的信仰 相反的 我们之所以信耶稣基督 就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 唯有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才是我们真正的救主 因为从死里复活 圣明了他有能力战胜 罪恶还有死亡 一个死去的好人 没有办法处理我们罪的问题 唯有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才能够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 因为耶稣他从死里复活 我们可以有以下的这几个把握 一个 因为耶稣他从死里复活 我们可以确定 基督教所传讲的是 千真万确 基督教的信仰可以说是 这些目睹 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他们所流传下来的 那么这些人呢 我们称他们为使徒 这些使徒们 他们一致的传讲 他们亲眼看见了 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虽然这些使徒们 都因为传讲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而受到迫害 除了使徒约翰他没有殉道之外 每一位使徒都因为传讲复活的耶稣而赔上了他们的性命 是什么让他们能够这样的摆上 是什么能够让他们如此的伟生 弟兄姐妹请你跟我想一想 假如他们所传的是假的 假如他们知道 他们所讲出来的根本就是骗人的 假如他们知道耶稣根本就没有复活 但是他们是编出这些谎言 要来欺骗别人的 他们为什么要为这样的一个谎言 来牺牲他们自己的性命呢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根本是一件不合逻辑的事情 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释 只有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 因为他们遇到了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 他们明白到圣经所讲的都是真的 他们明白到人生所会遇见最可怕的事情 并不是死亡 人生所会遇见最可怕的事情 乃是要面对那位圣洁的真神 而且要面对他对罪恶的审判 所以这些使徒们他们知道 他们不能够不实话实说 所以他们愿意赔上自己的性命 也不能够去否认 耶稣确实是从死里复活了 各位朋友 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人会笨到一个程度 我们会为一个谎言去丧命 但是若是我们知道有一个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那就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 还有这个事实所带来的应许 那就是信靠耶稣的人 罪会得到赦免 不信耶稣的人呢 将要永远接受神对罪的刑罚 那么即使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若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事情 我相信我们也不会退缩 我们也不会觉得恐惧 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 我们另外可以得到的一个确据 就是基督徒所信的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基督徒所信的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刚才我提到 见证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使徒们 全部都受到逼迫 除了使徒保罗之外 每一个人都因为传讲 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而殉道 在这些使徒里面 有一位使徒名叫彼得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在耶稣受难的时候 彼得他因为贪生怕死 他三次否认了他 认识主耶稣基督 但是在遇见了 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之后 这个贪生怕死 而一再否认耶稣的彼得 变得勇敢大胆地 来传讲复活的耶稣 因为他知道耶稣复活 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 他不能够不告诉别人 这个大好的消息 那就是耶稣基督 确实就是我们世人的救主 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 彼得因为传讲 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他后来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在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告诉那些要钉他的人 说我不配和我的救主一样 被钉十字架 所以请你们把我倒钉十字架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想看 是什么力量 让他有这样子的勇气 来面对这种痛苦的事情 那就是因为他知道 耶稣基督确实从死里复活 所以现在在地上短暂的这些痛苦 跟我们将来所要得到的荣耀相比 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另外还有一位使徒叫做保罗 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的作者 那么我们知道在遇见复活的耶稣之前 保罗呢 他是一个专门迫害基督徒的人 他那个时候不相信耶稣就是救主 那么保罗他自己做见证 他从他到不同的地方去 专门去逮捕信耶稣的人 但是在他亲自遇见了 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之后 他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 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他知道他从前所逼迫的这位耶稣 原来就是圣经里面 所应许世人的救主 而且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不但只有向他显现 还拣选了他为他的见证人 做他的使徒 这么浩大的恩典 令保罗他不能够 不去告诉别人 耶稣复活的大好消息 因为我们不论犯了再大的错误 就好像保罗他过去 是逼迫教会的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都能够得到赦免 而且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总是可以重新的开始 所以这位原本热心 逼迫残害基督教的杀手 他因为认识了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他变成了基督教最伟大的宣教士 即使被逼迫 被关入监牢 被判死刑 他情愿死 也不能够不传讲 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不但使徒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保罗他也提醒在哥林多的信徒们 千万不要忘记 他们自己的生命 也是因为信靠了这位 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而得到了改变 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第九节到第十一节 保罗他在那边提醒 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 不要忘记 你们当中原来有许多人 是行淫乱的 是拜偶像的 是奸淫的 是做鸾童的 是青蓝色的 是偷窃的 是贪心的 是醉酒的 是辱骂人的 和勒索的 但是因为你们认识了那位 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因为你们认罪悔改 信靠了耶稣 你们的罪就得到了 神的赦免和洗净 所以你们就不再过 从前那没有信耶稣之前 的这种罪恶的生活了 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 我们知道基督教 所传讲的是千真万确 因为主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 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 不但如此 也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 圣经还告诉我们 所有死去的人 将来都要复活 圣经告诉我们 只要是认罪悔改 信靠耶稣的人 我们都要复活 而且进到神 永远的国度里面 我们要永远的享受 在主里面的快乐 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 不会再有死亡 不会再有悲哀 不会再有哭嚎 也不会再有疼痛 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 这些没有认罪悔改 信靠耶稣的人 复活之后 将会被扔进地狱 永远的与神隔离 在永恒的黑暗里面 哀哭怯 在座的各位朋友 不论你信不信 不论你喜不喜欢 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他保证 这个是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事实 所以我今天早上 我想要请问你 你是否已经认罪悔改 信靠了耶稣 做你个人的救责 如果是还没有的话 今天早上 我衷心地邀请你 今天就信靠耶稣 为你的救责 为了要帮助你 明白你做这个决定的 这个意义 我要鼓励你 等一下在我们崇拜完之后 若是你对基督教的福音 不是很清楚的话 我邀请你等一下 参加我们的主日学道 205教室 我们有一些受过 专门训练的人 他们会跟你讲得更清楚 因为耶稣他从死里复活 基督徒 唯有基督徒 才有真正的盼望 因为耶稣他从死里复活 圣经告诉我们 信靠他的人 罪就会得到赦免 今天在北美的我们 我们是很幸福的 因为我们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我们可以随时 自由的相聚在一起 可是今天在世界其他 还有很多的地方 他们没有这个样子的 信仰的自由 有很多的人在世界 其他的地方 他们若是要信耶稣的话 那对他们来讲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甚至于有一些人 要付上生命的代价 但是我们看到 在这么危险的地方的人 他们仍然选择要信靠耶稣 因为他们知道 只有信靠耶稣 他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 即使现在需要受苦 他们知道这个也是绝对值得的 也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 圣经告诉我们 信靠耶稣的人将来 信靠耶稣之后死掉的人 现在已经安息在主的怀里 那么将来还要复活 昨天我们下午在这边 我们举行给谢波波的追思礼拜 我们当中有不少人 也都来到这个当中 那么在这个追思礼拜的里面 谢波波的儿子 还有他的孙子 他们一起出来做见证 虽然他们和舍不得谢波波的离去 虽然他们在分享的时候 他们有哭泣 他们有流泪 但是我很惊讶的就是 他们两位跟我们讲了同样的一句话 他们说请大家不要误会 我们的眼泪不是绝望的眼泪 他们两位都说 我们的眼泪是喜乐的眼泪 因为他们知道谢波波已经从地上的劳苦 得到了安息 而且他们知道 谢波波现在不但在主的怀里 将来他还会复活 而且以后在神的国度 他们会永远在一起 弟兄姐妹 这个是相信耶稣的人才有的盼望 罪得到赦免 安息在主的怀里 将来会复活 这个盼望能够帮助我们来面对 来忍受我们现在所必须要面 所必须要面对的短暂的痛苦 这个盼望甚至于会帮助我们 面对死亡 让我们不会害怕 因为这个盼望让我们知道 将来我们要进神的国度 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荣耀 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 基督教所传的是千真万确 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 基督徒所信的可以改变生命 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 所有死去的人将来也都要复活 也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 唯有基督徒才有真正的盼望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谢谢大家